哇哦,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 护持、救护、养护流量狗 华博账号50016766 50016766 扩名台湾救狗协会 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静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般若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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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当中首先要学的是什么呢 就是慈悲心 慈悲心 我们必须要懂得关心所有的生命 这个今天我们所有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整个全球的 从全球的事业当中来看 我们对人与人之间的这种 这种科兴读 信任一直都在下降 然后呢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沟通 关心 这个也就是从个人的角度讲 一直都在下降 我们每一个人都变得非常非常自私的人 直动地关心自己 只要有自己的利益 然后就是完全可以不择手段 这是有数据的 所以这些都在下滑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感觉不到 人与人之间的关爱 爱心 这样子以后呢 虽然有很多的钱 很多的物质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很孤独 很孤独 比如说企业家 或者是所谓的指引人士 或者其他人 在餐桌上吃饭的时候 是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但是呢 这个当中有几个真正的朋友 这个就很难说了 越来越增上一个这样子的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焦虑 为什么 就是没有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 这个时候没有安全感 那么我们对未来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呢 然后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焦虑 各种各样的焦虑 那么这种焦虑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已经可以完全可以剁走一个人的生命 已经达到这 这就是抑郁症 抑郁症最早发现的时候 他的平均的年龄 也就是50年前 他的平均的年龄 在西方是29岁 他平均的年龄 抑郁症的患者的平均年龄 就是24岁 29岁 然后呢 现在2000年以后 这个抑郁症的患者的平均的年龄 是什么 就是14岁 平均的年龄 14岁 然后8岁 9岁 10岁的小孩都已经开始有抑郁症 有抑郁症 这样子以后呢 向美国在这个60年代到2000年 这个短短的40年当中 他们的抑郁症犯了十倍 翻了十倍 学校大学生的45% 一遇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就是根本没有办法过正常生活的这种程度 这是为什么 这个不是因为物质的缺乏 当我们没有这么多的东西的时候 大家都很贫穷的时候 没有这么多的精神上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 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 那这是比物质的缺乏 更严重 更严重的 所以我们今天 这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矮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学会 那么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矮 首先我们要从 逼我们第一级的声音开始 逼我们第一级的声音开始做起 比如说逼我们跟我们同胀的声音 或者是逼我们告一层的这个声音 的这个关矮 那这个不一定是一个真正的关矮 这个当中有可能有很多很多 个人的离异 自私自利的成分 逼我们第一级的 对我们的 对这个逼我们第一级的这个声音的这个关矮 是一个非常纯洁的关矮 是个真正的关矮 我们没有希望 他给我们 给我 带来什么回报 我没有这样子 因为他是一个比我底 底级的 这个声音 比如说东吴 有可能这一生当中 我对他付出了爱心 但是呢 有可能这个爱心是没有任何回报的 没有任何回报 至少这一生当中 也许我们看不到任何的回报 但是呢 我不是为了这个回报 不是为了这个回报 这是因为 因为关矮 因为 因为慈悲所付出 并不是因为回报而付出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是要从 比我们的第一级的声音开始 那比我们第一级的声音是什么 那当然是动物了 从动物我们要关心动物 从这个地方培养 培养慈悲心 这是佛教里面呢 这是佛教的这个平等观 但是我们培养的方法呢 方法又是另外一种方法 另外一种方法 那是什么样的方法呢 具体的这种方法 首先我们可以这么讲 我们首先把我们的母亲 就是这一生当中的我的妈妈 我们观想在我的前面 观想 什么叫做观想呢 也就是冥想 也叫做冥想 也就是说 我现在像我这一生的妈妈 站在我的前面 就是这样子 心里这样想 这叫做观想 那为什么要这么想呢 那么我们这一生的母亲 站在我的前面 先观想 观想完了以后呢 然后我去思考 思考什么呢 我的妈 我的妈妈 不仅是这一生当中 她是我的妈妈 而且是从我们佛教的这个生命观 从我们佛教的轮回观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那么她生生死死 或者是几千年 几万年以来 她曾经做过我的 无数次的母亲 她有可能 这个是完全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 这个佛教的轮回的观念 我们还没有接受的时候呢 这种观念 可能有些人 对有些人来说 可能不好意见 但是 这是一个事实 这是事实 那我的母亲 她不仅是这一生 是我的母亲 是圣圣思思当中 她曾经做过我的 无数的母亲 这个是肯定的 然后去思考 第一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思考这一点 要确定 我的母亲 不仅是这一生当中 是我的母亲 而且 我们人 不是从天而降 人根本就不是 这是因为 因为无知的东西 合合的时候 突然间参与毛主一个生命 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 人的生命 就是无始以来 一直都是流传下来的 就像一条河水一样的 一条河水 比如说 某一个地方 或者到了某一个区域的时候 它有一个不同的名称 它有一个不同的名称 但是这个河水不是就是某一个地方产生的 但是它是从很长很远的一个地方 一直都走到不同的地域 不同的区域 一直都是这样子下来的 同样的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子 我们的生命 死亡 它不是生命的结束 死亡 那是什么呢 我们要知道 死亡是一个周期型的生命的活动 它是一个周期型的 每一段时间 就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生命的活动 它只是一个生命的活动而已 它不是一个生命的结束 那么死亡以后还有单身 单身以后还有死亡 那这么一个生生死死的过程当中 我的母亲曾经做过我的无数次的母亲 第一个思考的是这个问题 来去思考这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思考的是什么问题呢 那我的母亲在每一次做我的母亲的时候 那么他对我的恩德是什么样子 这个真的是非常有需要了 今天 比如说我们这一座当中 如果还有一些没有学佛的人的话 那我们可以暂时可以不接受 我们可以不接受我刚刚讲的这个观念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不接受我的母亲 曾经做过我的无数次的母亲 这一点我们先不说 但是呢 这一生当中 她是我的母亲 这个没有 这个是没有办法否定的 那她是我的这一生当中的母亲 那么她在这一生当中做我的母亲的时候 她对我的恩德 她对我付出的爱 是什么样子 这个必须要去思考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 很多的很多的年 小孩都很自私的 有些小孩还给父母说 谁谁谁家有这么好的车 来接从方学以后接商学的时候送 那么你们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的话 为什么要生我呢 你们如果要生我呢 那你应该给我这个条件 应该给我创造这个条件呢 如果你给不起这样子的条件 那你父母为什么要生我呢 也有小孩说这样子的话 那么很多人就不去思考父母的这种恩德 这个有可能是受西方思想的影响 西方思想实际上它不一定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心中的这个心目当中的西方的思想 或者是我们的很多人 就这个所受到的影响 至少是这样子的 那么对父母的这种小经慢慢的淡化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我们不去思考 当然很多人觉得父母养我们 这是利所当然的 这个是我们没有必要去思考 什么父母的恩德 这个是利所当然 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们认为父母母亲对我的付出 所有的一切是当然的 这样子以后我们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不能这么说 我们的母亲也好 任何一个人也好 对我们付出的一切都是有价值的 都是值得我们去回忆 值得我们去思考 这个任何一个东西都不能淡化 这里面没有一个是没有价值的 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所以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那我们怎么样去思考呢 简单地说 佛教里面 佛教里面怎么说呢 他从五个方面去思考这个问题 第一个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我今天的肉体 也是父母赐给我的 如果没有我的母亲 今天不会有我这个肉体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也去思考 我今天的生命 也是母亲赐给我的 我刚刚 比如说我刚刚生下来的时候 如果母亲不一样于我的话 那我是没有自己去生活的这种能力 一定会 如果这个时候不管的话 一定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之后呢 会死掉的 但是呢 父母尤其是母亲 不让我死去 他就养育我 这样子以后呢 我的今天的生命 也是母亲给我的 这是第二个恩德 母亲对我的第一个恩德 是赐给我这个肉体 第二个恩德 是赐给我这个生命 这是第二 那么第三是什么呢 第三就是赐给我这个物质 我们就偷生到一个陌生人的家里 陌生人的家里 然后呢 这时候呢 我们没有带一分钱 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没有带一分钱 我们连我们身上也一件衣服都没有 但是呢 母亲的所有的一切 一切 母亲非常乐意的 就是这个赐给自己的耳鱼 那今天我们也有一个新的词汇 叫做啃老祖 很多很多的年轻人 不但是小的时候 年长大了以后也就不去工作 然后父母有点这个鸡蟀的话 那就吃这个鸡蟀 这叫做啃老祖 那么但是这个啃老祖 父母还是愿意的 父母是非常乐意的 他们辛辛苦苦的这种血汗的钱 一生当中 就积累的这么一点点的这个积蓄 他非常的乐意的 全部给儿女买饭啊 买车啊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生活用品 他都非常愿意付出 然后这是第三个恩德 这是父母对我们的第三个恩德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必须要去思考 当我们小的时候 父母对我们的恩德 父母对我们的这个付出 所有我们能够回忆的 全部去回忆 这样子以后呢 就我们会感觉到 父母对我们的这个恩德 这是第三 然后第四是什么呢 第四个恩德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所学导的很多知识 是我们从学校里面 从老师那里学来的 但是呢 我们的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生活当中的 最基本的这些池 比如说怎么样吃饭 怎么样生活 怎么样说话 这一切都不是老师叫我们的 这是父母 尤其是母亲叫我们的 所以母亲是在这个人世间当中 我们的第一个老师 从这个方面讲 就有很大的恩德 这是第四个 然后第五个 如果是一个佛教徒的话 那我们今天有机会学佛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是一个潜在难封的一个这样子的机会 那么我为什么今天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呢 也是因为是我的母亲有了我 因为有了我 我就有今天这个机会 我没有我的母亲 那我就有今天的这个机会吗 这个是不可能的 这样子从五个方面去思考 母亲的恩德 还有很多细节 很多细节的自己去思考 这样子以后呢 最后的这个是一个过程 这个是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母亲对我们的恩等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 绝大多数或者是既少数既少数既个别的人以外 都不会说母亲对我们没有恩等 都不会说的 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体会 就因为随着年龄 时间 就慢慢的淡化 慢慢的淡化 有可能 还有有些人就是受到一些文化的影响 父母跟我们是平等的 父母一样 与我是应该的 当然的 等等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就忘掉了很多很多这些东西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连父母的 父母对父母都没有这种感恩之心 没有感恩之心 如果对父母 尤其是对母亲都没有感恩之心 那我们对谁有感恩之心 不可能的 没有感恩之心 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成功 包括我们解决自己的温饱的问题 我们以为是我自己的努力 其实这个都不是一个人的努力 这个就是跟整个人类 尤其是比如说除了人类 除了生命以外 大自然 人类 生命 都离不开的 都离不开的 但是呢 我们没有感恩之心 我们认为是我自己的努力 因为我很聪明 因为我很能感 所以我成功了 然后就是我开始傲慢心 因为我成功 我是成功人士 他们不是 然后就是侮辱 歧视等等的这些 浮面的情绪 都会产生的 所以今天 我们的这个人与人之间 就这么的这个冷漠 人与人之间的冷漠 最后导致了什么呢 最后导致了油钱 没有钱 油权 没有钱 所有人都感觉到 感觉到很孤独 很孤独 没有人来真正的关心我们 很孤独 然后焦虑 然后就是抑郁症 为什么今天这么多抑郁症 为什么越来越多 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宣布 不久地讲了抑郁症 就是成为全球公众的 最大的健康问题 最大的健康问题 为什么呢 是不是因为没有持没有穿 是不是因为无知缺乏 不是 不是 就是因为我们感觉不到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温暖 关癌 所以就变成一个这样子 今天我们的精神不健康 精神不健康 精神没有幸福感 然后精神不健康 精神有余 精神痛苦的时候 精神当中产生这么多痛苦 然后身体也不健康 最后我们也没有健康 也没有幸福 那有什么呢 有钱 我们有钱 但是没有幸福 没有健康 最后变成一个这样子 所以佛教告诉我们 首先我们要去思考 我的母亲的这种对我的这种恩德 然后这个思考了以后 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 我们对母亲的这种感恩之心 这个意思是什么 整个这个过程 他在培养什么呢 在培养感恩之心 感恩之心 我们对所有人 对所有的生命 需要有感恩之心的话 那么我们首先从母亲开始 从母亲开始 因为母亲本来就是对我们 有这么大的恩德 从他身上开始 培养感恩之心 这个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比较容易做到 然后我们对母亲 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 这种感恩之心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换一个 另外一个人 比如说父亲 或者是兄弟姐妹 都是一样 我在母亲身上 这个培养感恩之心 非常成功了以后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 我把父亲 关系在我的前面 然后父亲对我怎么怎么好 对我有什么什么样的 恩德 然后去思考 然后我们在父亲身上 培养感恩之心 然后这个成功了以后 然后我们的另外一个兄弟姐妹 或者是其他的亲戚朋友 有关系在我的前面 然后我对他也这样子去思考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思考 如果我们能够接受 这个佛教的 佛教的这个轮回的观念的话 那这个时候是非常容易的 怎么样容易呢 佛教告诉我们 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人 绝大多数的人 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认识的 但是佛教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 我们曾经是向彼此都做过父母 这也是肯定的 这是佛教的圣灵观 那么这些人当做我的父母 尤其是做我母亲的时候 他们对我是什么样子呢 就像今天的母亲是一样的 比如说今天就是我们在路上 看见了一个在电梯 看见了一个陌生人 但是今天是陌生人 我感觉不到他对我有什么恩德 但是他过去的友谊事当中 他也是跟我今天的母亲一样的 他对我有这样子的恩德 这也是肯定的 但是因为我们都换了一个身体 换了这身体以后 这一切都忘了 我们现在的母亲也是这样子 我们很多人非常非常爱我们的母亲 但是如果我换一个身体 或者是我的母亲换了一个身体 他变成了一个大街上的流浪狗 或者是流浪的毛 或者是一个陌生人这样子的话 那我对他现在有没有这种感恩之心 有没有这种感情呢 没有的 没有的 但是这个是什么原因 这是因为我忘了 这过去的一切都忘掉了 因为这么换了一个身体以后 全都忘了 所以我对他没有感恩之心 但是实际上 他对我也有这样子的恩德 这时候我们把 比如说兄弟姐妹 其他人 也就是他们的身上 也就这样子去训练 这个是佛教的 培养感恩之心的一种训练的方式 训练的方式 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讲 这个叫做修心 修心 其实 这个是培养感恩之心 我们今天很多人也说 需要有感恩之心 当然是需要有感恩之心 但是呢我们怎么样 问题就是怎么样我们有感恩之心 有什么方法 让我们产生 对所有的生命 对所有的人类 对所有的人 插上这个 感恩之心 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 佛教里面才有这种方法 然后 这个成功了以后 让我们 把一个陌生人 从来不认识的一个人 关卡在我的前面 然后呢我去思考 这个人 从这一生的角度来讲 他对我 没有什么恩的 我没有发现什么恩的 但是呢 曾经他也是我的母亲 曾经他也曾经做过我的母亲 这个时候呢 他也是想今天的 今天的我的母亲一样 给我付出了爱 付出了一切 比如说今天我们在座的 绝大多数都是 做过母亲的 做过父亲的 那么你们对今天 自己的耳鸣是怎么样付出爱 那我们的父母也是这样子 给我们付出的爱 那么今天这一个陌生人 他也是 虽然这一生当中 没有这样子给我们付出过爱 但是呢 曾经他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叫做佛教的大慈大悲 佛教的慈悲 他没有分 他没有分这个中族 他没有分人种 他不分人种 他不分中族 他不分辅色 对圈人类 对圈生命 都是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把 比如说 把这个成功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 比如说 平时 害我的 或者是平时 我不愿意看到的 我不喜欢的一个这样子的人 观想 冥想在我的前面 然后我又去思考 这个人 这一生当中 他对我有伤害 他说我的坏话 或者是他对我有怎么怎么样的不好 但是呢 这是因为他不知道 他过去是我是他的母亲 或者是他是我的母亲 如果他知道的话 那么他绝对不可能的 虽然是他这一生当中 对我有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这个伤害 但是呢 曾经 他也是我的母亲 他也做过我的母亲 那个时候呢 他也对我有现在的我的母亲 一样的 你要这样去思考 这时候呢 我们这个甘恩的心 平时我们不喜欢的 这个所谓的丑人的身上 我们也可以 可以培养甘恩的心 那这个成功了以后呢 这个过程是 首先是父母亲戚朋友 然后是陌生人 最后是我们不喜欢的人 然后这个成功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再关枪 我们的前面再关枪 这个时候不是一个人 比如说一个城市的人 所有人 一个城市当中的所有人 就关枪在我的前面 然后我又去培养这个甘恩之心 然后呢 一个国家的人 然后呢 一个地球的人 然后呢 整个宇宙的人 整个宇宙的生命 都这样子去训练 最后我们会 对所有的生命 都有关爱 关爱 然后就有这个 甘恩 甘恩 甘恩之心 那这时候呢 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那么这些人 对我有这么样的恩德的话 那我现在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我应该去报恩 应该报恩 我们要动作报恩 报答他们的恩德 报答这些人的恩德 那么我报答这个恩德 那么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报答这个恩德呢 那因为我们今天这么多的人 要面对生老病死 等等这么多的痛苦 我们人 就是 就这么辛辛苦苦的 去追求物质 比如说 比如说工业革命 200多年前的工业革命 当成到现在 或者是三四百年前的这个气农运动 开始到现在 人类就是用了所有的时间去追求物质 那么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已经有了 已经得到了 当然我们这个 还有九仪人 晚上睡觉的时候 都是遏制东西睡觉的 但是呢 多数人来说 已经做到了 但是我们幸福吗 我们比祖先更不幸福 更不幸福 更没有幸福感 更没有幸福感 那每个人都这么痛苦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要去解决这个痛苦 我一定要去解决这个痛苦 我一定要帮助大家 解决这个痛苦 那我现在 我没有任何的能力 我今天没有任何的能力 因为我自己的痛苦都不能解决 我怎么样去解决这么多人的痛苦呢 方法是什么呢 然后这个时候 那我首先 我要成佛 成佛 这个我们不要认为这是一种口号 绝对不是 这个是完全是一个人 我们人类可以做到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知智 有知智 但是我们的知智 今天我们的知智 是非常有局限性的 但是呢 我们的这个知智 是可以被训练的 可以锻炼 锻炼了以后呢 它可以提升到一个最高的境界 完全可以提升到最高境界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知智 知智 但是我们今天的知智 是有很有局限性 这个知智也可以提升 也可以训练 通过训练 可以提升到最高境界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的 这个慈悲心或者爱心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不同程度的爱心 包括动物 比如说赌蛇老虎 这样子的动物 它也有爱心 但是呢 它的爱心是非常有局限性的 但是这个爱心的中子 是可以被训练的 训练了以后呢 完全可以达到一个 最高的境界 那我们的爱心和我们的知智 训练到提升到 最高境界的时候呢 这个叫做佛 这叫做佛 这就是佛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做得到的 那我们这个时候 那我一定要为了 为了这个 报答全人类 全声明 对我的恩德 我一定要去成佛 然后我成了佛以后呢 我把这个 生老病死的这个痛苦 解决的方式 我告诉大家 告诉所有人 然后呢 让所有人 也就是通过这种方法 去明白 我们生存的真相 明白生命的真相 然后呢 通过这种方法去解决 所有的痛苦 这就是佛教 让我们学的 这个 感恩的心 这就是 也叫做菩提心 那我们一定要知道 那这个 这一系列的 这个培养的方法 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做的 这个里面没有太多的 复杂的这种 逻辑 没有太多的 这个很复杂的 思考的方法 只要 去思考这个问题 比如说 我们非常 认真的去思考的话 那完全是有可能 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之后呢 我们开始这种 非常强烈的 这种自私自离 或者是 为了自己的利益 完全可以 不 完全我们可以 不考虑 这个不自手段的 这种想法 一定会慢慢地减少 只要有一周 两周 一个月 半个月当中 都开始慢慢地减少 这个是肯定的 然后我们对 所有的生命的 感恩之心 报恩之心 这个就慢慢地 会去参想 这个是肯定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报恩之心 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干恩之心 干恩的心 报恩的心 来自于干恩的心 干恩的心 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这个 干恶 来自于 直到 这个 所有的人 对我们的恩德 这叫做 我们 佛教里面 叫做 干恩 指导 这个是 干恩的心 是我们 对所有的生命 的 这种 对我们的 对我们的 这个恩德 了解这个恩德 然后就 这个都是 相后 都是有 有关系的 通过这种方法 最后呢 我们对所有的生命 都有一样的 都一样的 这个 慈悲心 我们 比如说 我们现在 我们 可以爱我们的 父亲和母亲 尤其是母亲 那 通过这种 训练的方式 最后我们 完全可以 像 就像我 爱我的母亲 一样的 我完全可以 爱一个 陌生人 甚至是 完全可以 爱平时 对我有 海的人 这个时候 我们的 心目当中 没有 仇人 没有 这样子的 分别 这叫做 佛教的 大平等 大平等 我们对所有的 生命都一样的 有 慈悲心 一样的 有 爱心 这个就是 今天我们 讲的 第一个 直 悲 双运 当中的 直 悲 大平性 这就是 培养的方式 希望大家 修 我们佛教徒 这是我们的 最主要的功课 这个我们 最主要 鼻秀的功课 一定要秀 不学佛的人 也可以 思考一下 这个问题 除了这个 前世后世的 观念意外 大家去思考一下 这个是我们从来没有思考的东西 也许通过这种思考 通过这种思维 我们会有 有可能 我们会获得一个 全新的 全新的价值观 这个是有可能的 我们的价值 但是去向 绝对是有错误的 因为我们这么的自私自利 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这么多 创造了这么多的无知 反而我们不幸福呢 为什么呢 所以 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们要去这样子去 修斯费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智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业 护经费 待国外僧众寻找 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内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新逢观世音菩萨出家纪念日 持戒利人天 忏悔除罪障 放生解冤结 福寿广增严 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特举拜八观哉戒 护生祭礼拜大悲战法会 公勤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日期10月14日星期五 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 共募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大家好 我是尘卫君 大部分的COVID-19感染者 敬邀菩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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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医医求联络 在这里照为信教支持 使用向他插队 大作会的人接送 在这里自己去病院 哪有医疗主顺需要 可以参考健保室的 实信筋疗主信 在这里透过基加教 和医疗团队 在这协作 保护你我 医疗主持 做会做风影 静忠一代遵述 静空老和尚日前园吉 享受96岁 园吉传供赞颂大典 于9月29日上午 在林口体育馆举行 大典由中国佛教会理事长 静耀大和尚 与大高雄佛教会 常务理事物源大和尚 大台南佛教会理事长 明光大和尚 世界佛教华僧会 新贸大和尚 大高雄佛教会理事长 悟豪大和尚 佛光三四 退居方丈 新培大和尚 法谷山退居方丈 果冬大和尚 金门县佛教会理事长 信海大和尚 新北市佛教会 如称大和尚的 九大和尚主法 并依次赞扬 称颂静空老和尚的功德 演说佛法要义 会中由内政部部长 徐国勇先生 代表总统府 颁发包养令 以赞扬老和尚爱国 慰教的重大贡献 总统也特别 颁发包养令 来表扬 老和尚一身 对宗教 对文化 对教育 对慈善事业的贡献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先生 颁证华夏一等奖章 以免怀老和尚宣扬 宣扬神圣伦理道德 宣扬佛陀教育 真意的熏机 敬邀大和尚代表 中国佛教会 成包养状 以表扬老和尚一生 地计众生的 无私贡献 老和尚连体赞颂大典 知子行 一则 祝导老和尚 人风 安阳 则在人间 万古传 二则 祝愿 敬忠一代 尊数 的法音 永至于说佛 令佛法 汇聚 常名 择辟 秦申 三则 更起老和尚 毕生得业 永遭 道败 长寸 全球 敬忠地址 秉承中空 广开 敬忠法院 立秦申 最后 协人 请代表 赞颂 委员会 再次乡 之位嘉宾 至上 万分 谢尘 中国佛教会 理事长 敬要法师 追忆 尽空 老和尚 指出 他穷 必胜之力 不但 弘法 利益 众生 转变 众多 有缘人的 恶念 变善念 而且 一直强调 人家 喜欢 我就给 所以 他 一生 当中 奉行的是 舍的精神 赞颂大典中 以台南极乐寺和台北华藏敬中学会名义捐赠中国佛教会 台南市佛教会的会晤推动即会馆修善款 与台东县政府 花莲县政府地震慈善关怀经 落石进空老和尚佛法的红船 关心希望世界和平 两岸和谐 人民安乐 同时也了解到无形众生 如果没有安抚超度 无形众生乱了 也会影响 有形众生 所以老和尚极力弘扬三十信念来安抚 超度无形众生 而法卷代表 悟道法师将继承老和尚志愿于赞颂法会中 代表四众弟子 读诵感恩文 表达了对老和尚无上崇敬 与感恩之心 真情流入 令人懂容 净空老和尚一生 以佛陀觉悟之真理自觉觉他 为大众留下了今生浩瀚的言语般若 以佛陀先行其言之行持自度赌他 留下了六度阵行 垂犯后事 净中一代遵述 净空老和尚原籍传供赞颂大殿 由净空老和尚原籍赞颂会主办 华藏净中学会 华藏净中红化基金会成办 公祭典仪 整场流程进行肃穆庄严且圆满 致臣祈愿老和尚 不舍玩于民众生 早日参愿反说婆 生命电视桃园采访报道 我尽奉献赞预访报道 我尽奉献赞预赞预 Adrian 叶献赞预访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信奔天别赴云 亦等一生何多过去 亦为深深宣妙力 亦都描发无三历 亦为解脱道众生解脱 我此今今恨看空心 神妙我天神神文处 我欲避大仇我真理 佛陀如雪上如敌 亦随佛感滴佛祖 学生就孤独去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旧活现广大圆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合萨摩合波哲波罗蜜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